大家好,我是阿健,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 今天来分享一道网上很火的香蕉做法 学会以后,家里的大小朋友都爱吃 而且经济又实惠 饭店卖68一盘 自己在家做,成本还不到10块钱 学会后,保证家人夸你厨艺高 这是我刚刚,花6块钱 买了五个香蕉 我们先将香蕉给它扒去外皮 香蕉营养丰富 它还具有清热解毒、润慧滑肠等功效 然后将香蕉给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成像视频中这样 大小一致的块 再将它装入大碗中 接着我们在香蕉的表面 喷上点清水 接着往香蕉里面 加入100克的土豆定粉 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给它翻拌均匀 让香蕉都裹上一层薄薄的定粉 裹均匀以后 我们再取几个 然后轻轻地给它抖掉 上面的定粉 像这样就可以 再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个糖醋酱 碗中加入一勺白糖 自制的番茄酱 如果家里没有熬制的番茄酱 也可以到超市 买这种番茄沙丝 再来一勺米醋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多点的食用油 将油温烧至六成热 下入筷子 冒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 接着把香蕉给倒入锅中 下锅以后 不要着急去动它 让它有个定型的过程 炸按30秒左右 炸至定型 然后我们再给它晃动晃动锅 让香蕉 泡在油里面炸 接着我们再用铲子 给它铲动铲动 全程大概炸两到三分钟左右 把香蕉炸至外脆里嫩 这样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里面软软落落 香香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每天都分享 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健 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 达至像视频中这样金黄的颜色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控油 再给它装入盘中 外焦里嫩 吃起来 非常的香 接下来 锅流底油 下入糖醋汁 然后把糖醋汁 给它炒至浓稠 熬至像这样浓稠的状态 接着往里面 加点白芝麻 接着把炒的香蕉 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让香蕉裹上料汁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即可开吃 像这样一道非常简单一学的脆皮香蕉 就制作完成了 吃起来香甜可口 味道超级棒 你要是学会了 过年过节的时候 给家人录上一手 保证前家夸你是大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